沉入大海被翻拍成电影的铁达尼号 已经沉寂大西洋107年 探险家用潜水探测器 深入3800公尺调查 发现铁达尼号正在快速崩坏 对比电影的还原场景 美国海洋级大气总署的拍摄画面 以及今年的最新影像 铁达尼号船头的轮廓越来越不明显 因为有一种以吃金属为生的细菌 正在侵蚀铁达尼号的船身 细菌吞噬加上强劲海流侵蚀 整个甲板正在瓦解 船长专用的浴缸已经消失 专家预测整个铁达尼号 将在2030年回归尘土 回顾铁达尼号1912年的处女航 因为航行中撞上冰山 导致船身出现裂缝 船底隔舱进水慢慢沉没 船身也不堪压力断裂 最后带着1500多人沉入大海 大家新闻做不先编译 基游绘画疗愈心灵 公子阿嬷晚年